第二十题,下列叙述化有双底线的各种力,何者所做的功不为零?我们晓得做功的公式就是要力乘以位移,同时力跟位移要互相的平行,所以必须有施力,有位移,同时力跟位移要平行,不是垂直,那这样才会有做功。 A,三公斤重的力,压地板二十秒钟,守势力所做的功,这里面没有看到位移,所以它没有位移,因此A是不做功的。 B,人造卫星绕地球一圈,地球引力对人造卫星所做的功,在这里地球引力是当做向心力,让人造卫星能够绕地球转。 那么我们上课强调过,向心力一定不做功,因为向心力会随时随地都跟我们的顺时速度方向垂直,也就是跟位移垂直,它没有平行,所以呢,向心力一定不做功,那B也是不做功的。 C,以固定大小的推力,推动50公斤重的物体在水平面上,等加速度前进10公尺,重力对物体所做的功。 那重力是向下的,物体的位移是水平的,那么这两个也是互相垂直并没有平行,所以呢,选项C呢,也是不做功的。 珠,用4公斤重的水平推力,推动木箱在水平地面上,等速度前进5公尺,水平推力对木箱所做的功。 那我们看到,我们的力量是水平的,有力量,那么位移呢,也是水平的,有位移,而且力量跟位移呢,是有平行的。 所以这样就符合我们公式的W等于F乘S,所以这样表示它是有做功的。 因此第二次提问我们说,何者所做的功不为零?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用4公斤重的水平推力,推动木箱在水平地面上,等速度前进5公尺,水平推力对木箱所做的功。 那么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冬播剧场——剧场—— finale